我除了你就再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以前你还有过一个父亲 不过他已经出国了 走的时候连医生告别都没有 我知道了 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 不利于你的身体康复 我明天就带你回省城治疗 好吧 我听你的 周雪儿和李淑珍第二天下午到医院的时候 医院的病床上已经人去床工 雪儿 这都是命啊 天灵是个好孩子 可他现在被淑雅控制 身不由己啊 娘知道你不容易 好好把洗生下来 找个真心疼你的男人嫁了吧 娘 事情也许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我能挺住 你就放心吧 周雪儿很快就振作起来 她没有时间沉沉于儿女情场 因为需要她做的事情太多了 她很快就跟高原 郑强和斐纳等人会合了 周总 办公室我已经租好了 就在玉龙和县建筑公司中间的一条街上 价格便宜 地段又适中 我已经放出风趣 说我们要重新组建一个建筑公司 村里人都高兴坏了 他们背书哑正怕了 都说愿意跟着你干 还质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办营业执照的材料 我已经准备好了 地址和公司名称一落实 马上就去市管会办理手续 我觉得咱们新的建筑公司 得取个响亮的名字 高原说的对 咱们这次要取个响亮的名字 争取一炮而红 高原拿出一张纸条 递给周雪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眼 取了这么多名字 你们挑一个满意的吧 这么多名字 你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啊 一心想取个好名字 结果却总也不满意 我感觉自己都快走火入魔了 我总觉得 并不是我们刻意要办这个建筑公司 而是冥冥之中 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 这个建筑公司 竟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符合天时地利与人和 不如咱们这个公司就叫三合吧 另一边舒雅的玉龙建筑公司 众人见正强辞职到了三合 想也没想就跑到三合来了 如此玉龙的所有工地 又全部瘫痪了 汪远航他们只好起诉了 玉龙建筑公司 玉龙建筑公司的法人是萧天林 按理说这个烂摊子 应该由他出来收拾才是 可萧天林醒来后 竟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 他每天到处乱跑 装风卖傻 舒雅有点怀疑萧天林是故意的 萧天林 你还能要点脸部 你的公司都快破产倒闭了 你还有心思到处游玩 舒雅 你不是一直说 我是白吃闲饭的吗 怎么我的名下还有公司 人家的丈夫能替妻子遮风挡雨 而我的风雨却全是你带来的 舒雅 我又没惹你 你怎么又生气了 现在有时舒雅会想 自己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才会看上这么个男人 爸 你要是再不出手 玉龙就真的没救了 玉龙是萧天林的 你这个是哪门子的急 你忘了 玉龙有我一半的股份 可法人代表还是萧天林 他是你丈夫 也是公司法人 这个时候他应该冲锋陷阵 替你撑住一片天地的 爸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受伤后失忆 根本就不可能做事 我看他整天活蹦乱跳的 精神好的很吗 怎么一提起做事 就成了病人了 爸 我跟天林的事暂且不提 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玉龙的问题 行 那你说让我如何帮你 现在问题的根权在周雪儿身上 只要我们打掉了他的专厂 他的建筑公司就无以为继 玉龙这边的压力马上就能减轻 这么说 你使的是一出唯未就找知己 我就知道 爸最疼我了 一定会支持我 爸 玉龙的是处理了 你也该认真考虑跟萧天林的关系了 爸不能陪你一辈子 你未来的人生还很长 不能什么事都依靠爸替你解决 知道了 爸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啰嗦了 舒雅 爸以前是把你给宠坏了 才让你走了这么多弯路 玉龙这个学费交就交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玉龙的问题所在 打败一个周雪儿并不是难事 你能保证以后 不会钻出来一个张雪儿 李雪儿 做生意是双赢 而不是护商 你懂吗 爸 我知道了还不行吗 偏你话多 舒雅回去后没了动静 但周雪觉得舒雅会在她生孩子的时候 下手 今天下班的有点晚 周雪儿拒绝了斐嫩要送她回家的好意 一个人慢慢往家里走去 跟我来 雪儿 你还好吗 天林哥 你还记得我 其实那天你和高云在病房里 跟舒雅说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醒过来了 你醒过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你知不知道 我跟娘有多担心你 雪儿 你不知道 我醒来后 听到你的声音有多激动 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都想起来了 这些日子 我连做梦都想跟你在一起了 但我知道 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必须忍耐 天林哥 我就知道 你不会忘记我 雪儿 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 背叛过我们的爱情 哪怕在我失忆的时候 我都守住了底线 没有跟舒雅越雷驰一步 周雪儿终于明白了 舒雅恨她的原因 天林哥 我相信你 我一直坚信 你能恢复记忆 雪儿 对不起 你怀着喜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却不能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往后 我会用余生 来弥补对你们的亏欠 相信我 我们一家团聚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如果一切顺利 我会在孩子出生前 回到你身边 舒雅会同意跟你离婚 放心吧 我有办法对付她 看来 你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你大老远从省城赶来 不会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 当然不是 玉龙建筑公司四面楚歌 势如雷卵 舒雅把这一切都归咎到你身上 已经准备对你动手了 以舒雅的性子 能忍到现在 已是舒为不易 她在医院病房的时候就说过 我早有心理准备 他们的目标是专场 这次舒庆轩聘请了省内的汪大律师 有她出庭 你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这一招果然狠辣 舒庆轩虽然老谋深算 不过也不是没有破解之道 你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 那是自然 夫妻二人重别重逢 纵有千言万语 也指得洒泪告别 周雪儿更加忙碌起来 她必须赶在舒雅动手之前 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我还在纳闷 舒雅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动手 原来是准备跟你打官司 连一个小小的专场都不肯放过 我严重怀疑这些年 舒家的财富是如何集聚起来的 舒雅的司马昭之心 人人皆知 现在她孤注一掷 狗急跳墙 利用法律的漏洞 明抢专场 谁也奈何她不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舒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就不怕遭外人唾弃 当初我逼萧天灵 把专场转到你名下 也以为可以万无一失 没想到会出这种变故 更没有想到 他们会通过萧天灵 跟你打官司 明目张胆地抢专场 娘 永华大叔 你们怎么来了 紧接一跑 萧家的院门就被人敲响了 李叔总打开门一看 见识两个陌生人 便警惕地把他们拦在了门口 你好老太太 我是萧天灵委托的汪御师 萧天灵特意委托我来找你何事 和了解玉龙建筑公司情况的 天灵是我买大的 有什么话 让他自己回来跟我说 不需要别人传话 大娘 你是萧天灵的养母 跟他应该有很深的母子感情 玉龙专场是你儿子一手打兵下来的 现在却被周雪儿霸占 对他是不公平的 现在萧天灵准备把专场收回来 需要你出庭作证 作什么证 你只需要在法庭上告诉法官 周雪儿跟萧天灵只是谈过对象 并没有办过酒戏拜过堂 所以并不是世事婚姻 玉龙专场是萧天灵带着你们一家人建起来的 跟周雪儿没有任何关系 我呸 雪儿是我做主替天灵娶回来的 没有雪儿就没有天灵的今天 专场有雪儿的血汗 怎么能说跟她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没良心的事 我们萧家人不做 大娘 你可要讲清楚 舒适集团的大小姐舒雅才是你儿媳妇 周雪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敢再在我面前提舒雅这个女人 就马上给我滚出去 大娘 你不要冲动 我们律师讲求的是正确 周雪儿不论是身份还是教育程度 跟舒小姐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你儿子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你可不能犯糊涂 不管你愿不愿意 诚不承认 舒小姐跟萧天灵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夫妻 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儿子如果不是受伤失忆 他才不会受你们逮捕 想让我上庭做伪证 门都没有 你要敢再胡说八道 我一老太婆就能打得你满地找牙 刘永华也听说村里来了两个律师 哀家哀顾上门打听萧天灵的事 还拿出白花花的大团结收买了他们 让人对着录音机说 不认识周雪儿是谁 专场是萧天灵带着一家人见的 跟别人没有关系 见钱养开的村民个个踊跃录音 雪儿 娘可以断定 这种伤阴质的主意肯定是舒雅出的 天灵的性子娘了解 就是不认得你 也断做不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来 娘 我知道这事是舒雅干的 并没有责备天灵哥的意思 雪儿 舒家才打气粗 这次又是有备而来 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啊 村里人的性子你知道 有奶便是娘 人家只要给一点好处 什么不负责任的话都敢说 娘 永华大叔 这事我早有准备 你们就别担心了 小妮子 你到底有啥主意 说来听听 让我跟你娘也放心啊 你们别看专场 现在干得红红火火 实话告诉你们 专场现在其实是负资产 早被我在银行和信用社 抵押了八百回了 舒雅打赢了官司 把专场拿到手后 就等着慢慢归还银行的贷款吧 我就知道 你这丫头的鬼点子就是多 要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这么担心了 我一直纳闷 你为什么不断地用专场做抵押 原来是为了转移专场资产 舒雅这次遇到你 真是倒了八百人血没了 开庭那天 你去旁厅 顺便替我告个假 就说我即将临盆 不方便出庭 让法官随便判好了 还是请个律师 在法庭上辩护一下吧 把舒雅的卑鄙嘴脸揭露出来 让大家看看她的真面目 有意义吗 以舒氏的势力 要打赢这场官司 不费吹灰之力 他们聘请的是 省内顶级律师事务所的 铁嘴汪大律师 你说 咱们得花多少钱 才能找到一个 能与汪大律师匹敌的律师 跟他辩护 舒庆轩做事十分严谨 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法庭内外 他早打点好了 这个时候的任何抵抗 都毫无意义 你这么做 是对对手的极端不尊重 舒董事长精心补局 汪大律师亲自操刀 准备在法庭上一展身手 却连对手的人影都没看见 这样的胜利 显然不是他们想要的 游击战的精髓 就是敌进我退 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我只能避其锋芒 保存自己的力量 汪律师精通法律 当然知道 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 被告必须到法庭聆听审讯 说实话 红砖市场的蛋糕有限 砖厂的设备设施 也需要更新换代了 舒雅愿意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我还真有点求之不得呢 饶使舒庆轩老奸俱华 也想不到 你已经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还要背负欺负孤儿寡母的恶名 到时候 还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呢 那就先让他们尝尝 一拳打在棉花上 是什么感觉吧 哀庭这点 舒雅却执意拖着父亲 一起来法庭旁听 他想亲眼看到 周雪儿在他面前一败涂地 胡扶在他的脚下 瑟瑟发抖的样子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周雪儿并没有道庭 连代理律师都没有请一个 只有高原一个人 坐在旁听席上 周雪儿这么快就认输 不像是他的刑事作风啊 周雪儿临盆在即 遇上舒伯伯 不认输不行啊 高原 看来你是打算 做周雪儿孩子的爹了 就是不知道 高叔叔会不会答应 当这个便宜爷爷 你跟萧天林结婚的时间 也不短了 到现在还没怀上孩子 是你的问题 还是萧天林的问题 高原的话戳到了舒雅的痛处 你们家住海边啊 连别人生孩子的事都要管 未免管的也太宽了 萧天林能让周雪儿 怀上孩子 说明他的身体 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们生不出孩子 肯定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一时纳闷 你为什么见了男人 就犯花痴 原来是因为身体有缺陷啊 高原 我跟你前世无冤 后世无仇 你为什么要来烫这汤浑水 又为什么要对我恶毒攻击 周雪儿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呀 他都怀了别人的孩子 你还要安前马后的追随他 中国是个崇尚侠义的国度 自古以来 中国人都十分推崇信侠仗义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对坏人极恶如仇 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 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 你们家的三板斧我已经领教过了 不就是写匿名信举报 请大律师明抢吗 你们舒适这次又成功抢到一家专场 实在是可喜可贺 通过这件事 我总算知道 你们舒适集团是如何起家的了 高原 人有两只耳朵两只眼睛 却只有一张嘴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还请舒伯伯指教 造物主在制造人类的时候 就是要你多听多看 少说话 你是个聪明人 祸从口出的道理你应该懂 舒伯伯一袭话 真是令人醍醐灌地 我只是担心 若是哪一天 舒伯伯要是看上了我们家水泥场 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我吧 不过真到了那一天 我一定告诉我吧 跟周雪儿一样束手就擒 绝不做任何无意义的抵抗 高原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趁我没有动怒前 马上在我面前消失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舒伯伯你就是不说 我也不敢跟你们待在一起 我怕别人说 我跟你们是一类人 再见 不 再也不见 爸 高原简直太猖狂了 你必须给他的颜色尝尝 住嘴 舒庆轩凭他多年来的直觉 他觉得事情 好像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这边的事已经有了定论 我也该回去了 你跟我一起走吗 舒雅没有看到周雪儿 一败涂地的样子 心有不甘 哪里肯就此回去 专场要办理移交手续 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我还是留下来吧 舒庆轩早料到 女儿不会跟他回省城 也不多说 只吩咐了女儿几句 便上车离开 当天下午 舒雅就驱车来到御龙专场 周雪儿照例不在 是马向东跟他办理的交接手续 来日方长 接下来该准备收拾三合建筑公司了 舒雅很久没有品尝过胜利的喜悦了 他惬意地坐在周雪儿 曾经做过的一字账 想到他一出手 就打得周雪儿闻风丧胆 毫无还手之力 心里就说不出的痛快 舒雅的舒心日子没过几天 银行和信用社就陆续找上门来 跟他确认贷款的事情 这些贷款跟我没关系 谁带的你找谁去 别来找我 按照法律规定 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原公司的债权债务 应该由变更后的公司全部承担 不需要另行说明 这些贷款是由御龙专场的名义 以专场做抵押贷的 更换法人不影响还款 所以御龙专场必须承担还款责任 如果逾期不还 我们有权利收回专场 有没有搞错 周雪儿给你们借的钱 凭什么要我来还 我们今天来 只是跟你确认我们之间的借贷关系 现在贷款还没有到期 所以我们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告辞 爸 上当了 周雪儿把专场抵押给银行 贷了一百多万 现在银行找上门来 要我还钱 专场是萧天林的 趁萧天林现在糊涂 跟他离婚吧 签一个离婚协议 这笔债务就跟你没关系了 爸 专场法人是我 不是天林 法院的判决书 尚不是只有 萧天林一个人的名字吗 爸 对不起 我没有跟你商量 就让汪律师通过关系买通法官 在判决书上加上了我的名字 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的时候 我办的是我的名字 舒雅 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你以为公司法人是这么好当的 法人法人 就是负法律责任的人了 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 怎么知道周雪儿会挖这么大一个坑让我跳 我找他算账去 愤怒让舒雅失去了理智 几分钟后 他已经出现在三河建立公司了 郑强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舒总是稀客 可是不巧 我们公司正在装修 也没地方请你坐 郑强 我问你话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舒总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当初我到御龙 是看上了御龙欣欣向荣 朝气蓬勃的大好局面 现在到三河也一样 企业有前景 对人才有发展前途 不是一天讲的 郑强 你违背了同业竞争条款 给御龙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会向法院起诉你 舒总 找个律师给你谱法一下 同业竞争是什么意思 还有你什么时候跟我签过同业竞争 禁止条款了 想到法院告我 真以为法院是你们家开的 法官是你们家养的 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我知道舒总最大的癖好 就是打官司 仗着财大气粗 简直是一告一个准 你刚打官司赢了一个专场 再打一个官司 说不定有什么意外之喜 也说不定 你的账我暂且替你记着 过后再找你算 现在你把周雪儿叫出来 我要跟他算账 舒总 你想要专场 我们周总大度 二话不说就把专场给了你 你还想怎样 是你跟周雪儿连起手来给我下套 对吧 你要知道 得罪我会是什么下场 像你这样的疯婆子 谁遇见了都是一场灾难 肖天林救了你 你却恩将仇报 逼得他欺离子散 还抢走他的企业 如果肖天林现在清醒过来 一定会后悔当初救下你 你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东郭先生羽狼 农夫羽舌 高原见舒雅的脸 突然变得根脂一样白 走过来说 向东大哥 虽然你说的都是事情 但舒大小姐有先天性心脏病 咱们公司新开张 她要是死在咱们这里 可不吉利 我说现在都八十年代了 怎么还会出现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这种荒唐事 原来舒适不光有孔芳兄开刀 还有舒大小姐以命相搏 要是法官赶不判她赢 后果可太严重了 还是咱们周总英明 听说舒大小姐看上了专场 二话不说 马上就要双手奉上 舒雅的耳朵嗡嗡作强 胸口憋得喘不过气来 她转向高原 想说救命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就捂着胸口 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要是舒雅真在这里嘎了 在场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 你救了我一命 我会记住的 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 肖天龄的前车之鉴在前 我可不敢再招惹你 舒雅 我觉得你只是出于人道主义 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所以你还是把这事忘了吧 我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 舒雅明白高原说这话的含义 他站起身 冷冷地说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不欠你了 不过你跟周雪儿苦心故意地算计我 这笔账我会好好替你记着 爸爸 别哭 天塌下来有罢撑着 爸 我现在可怎么办呀 舒庆轩十分自责 他之前实在是小看了这个叫周雪儿的女孩子 他严重怀疑 周雪儿的背后有高人指点 这个高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楚小天 他是从体制内出来的 用红顶商人来形容 似乎更贴切一些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这一切都是因萧天林而起 这个烂摊子不如就扔给他去收拾吧 这是要放在以前还有可能 我看他现在不光是失忆 人也变傻了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像是能做事的人吗 快跟他弄一个离婚协议 把专厂和建筑公司给他 你就能全身而退了 把专厂和建筑公司给了萧天林 跟他离婚 一切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 舒雅没想到父亲会出这么一个馊主意 她甚至怀疑 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我费这么大劲 可不是为了让天林离开我 你仔细想想 自从你跟萧天林在一起后 你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吗 如果一段感情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还有维持的必要吗 不 我发过誓 这辈子都不会跟天林离婚 你是在惩罚周雪儿还是萧天林 亦或在惩罚你自己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那不是买卖 那是蠢 现在看来 苏晨已经彻底放弃了萧天林 想利用苏晨的关系 开拓海外市场已经变为空想 萧天林现在一无是处 能帮你摆脱一百多万的债务 也算是替你做了一件事情 万一萧天林跟周雪儿复合了怎么办 我不想输得这么惨 能笑到最后的才是人生大赢家 你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很长 一次失礼并不代表什么 我们是商人 盈利才是目的 挥本的买卖不能做 周雪儿虽然在专场这件事上占了一点便宜 但我只要不答应离婚 他就不可能跟萧天林在一起 他的孩子就永远都是没有父亲的野种 你以为不离婚就能惩罚周雪儿 你这是在惩罚自己 萧天林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 你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肯放弃 我不是不想放弃 我只是不甘心 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 萧天林是人在曹营心在汗吗 要是引狼入室 可就不妙了 爸 你发现了什么 萧天林现在行踪鬼秘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你们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见 父女俩抬头一看 萧天林斜靠在门框上 看样子已经听了有一阵子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 谁允许你站在找的 门没关 你们父女的谈话又如此精彩 要是没有听众 岂不可惜 你们担心什么 害怕你们的谈话内容泄露出去 我早说过 书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跟书雅有钥匙商谈 出去 萧天林名为书家的女婿 地位比佣人却好不了多少 但她没有出去 反而走了进来 我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是不会来书房这个地方的 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看见爸生气了 还不快出去 让她把话说完 我因为背习 脑部受伤失忆 我醒来后 你们给我看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一张结婚证 有问题吗 还真有问题 这张结婚证上的日期 是1981年的2月19号 但我记得非常清楚 2月19号是元宵节 我是在过完元宵节的第二天 也就是2月20号 来省城开会的 在公交车上 恰好我救了你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这就奇怪了 你的记忆恢复了 还是压根就没有失忆过 如果我没有失忆 怎么会上你们的恶当 不过我第二次受伤后醒来后 以前的事就全回忆起来了 你既然已经恢复了记忆 为什么还要装疯卖杀 不如此 我如何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我非常奇怪 我压根就没有跟你去领过结婚证 但结婚证是从哪里来的 那张神秘的结婚证 在我面前直扫过一眼 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由此我可以断定 那张证明 我跟舒雅关系的证件 肯定有问题 我不是让你把东西收好吗 它是怎么找到的 你打开了我的保险柜 虽然费了不少心思 我放心除了结婚证其余东西 我一样没动 你趁我跟舒雅去法庭的时候动的手 董事长料事如神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天灵 你想干什么 自由 因为这张结婚证 我选择了相信舒雅的话 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还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苏天灵 我住进了苏宅 成为苏家的儿子 而忘记了曾经养育我二十多年的爹娘 难道你看不出来 舒雅做这一切 都是因为她用情置身吗 难道打扎爱的名义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你跟舒雅的婚事是你父亲定的 有问题吗 我的父亲是玉龙村的肖长顺 没有别的父亲 苏晨对我的亲生母亲始乱终气 有什么资格自认是我的父亲 如果不是我失忆 你们认为我会认吗 你身上留着她的血 不管你承不承认 她都是你父亲 既然婚事是她主办的 你们就找她去吧 这张结婚证上的名字是苏天灵 跟我没有关系 哼 你想干什么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跟舒雅结婚的是苏天灵 而我叫肖天灵 所以我还是自由之身 年轻人不要心腹气躁 这个世界解释权永远掌握在强权手里 在你没有话语权之前 就只能遵守规则 我早说过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 只有散偶 你最好打消所有不切记的愚蠢念头 我已经提取了结婚申请登记表 上面根本就不是我的笔记 我完全可以向法院主张我的权益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再次尝试一下失败的滋味 哼 跟我懂 你还不够资格 哈哈 那张狗屁结婚证我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董事长摆秘一书 办证的时候竟然忘了改户口 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些纯属多余 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 并不能说明什么 你跟舒雅已经举行了婚礼 不管你成不承认 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苏天灵 是苏晨的儿子 要说婚礼 早在两年前 我爹娘已经在御龙村办过了 在我心里 我的妻子只有一个 那就是周璇 舒雅 你确定你还能依靠这么一张漏洞百出的结婚证 把我捆在你身边吗 哼 你要不怕嘎 那就试试 舒雅 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舒家是大不假 但鹿死水手 还很难说 这里是舒氏集团 偷漏税款的部分证据 请过目 你敢调查舒氏 舒氏要是做事光明磊落 又何惧调查 可惜的是 舒氏这些年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 并不都那么光明正大 若是大白于天下 舒氏掉落神坛是小 惊动了有关部门 恐怕就不是破败免灾那么简单的事了 肖天林 你混蛋 我让你威胁我 这样的资料 我早准备了备份 撕一份打什么要紧 说说你的条件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否则 我随时会公布我手头的资料 行 没问题 就这些 对呀 就这些 你以为我还想提什么要求 你就没想过 把专场和建筑公司拿到你手里 专场现在早就资不抵债 建筑公司面临一系列官司 已经快破产倒闭了 我拿到手里 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好像我还没那么傻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这个局根本就是你跟周雪儿一起设下的 如果你们没那么坦烂 这个局根本就掏不住你们 只可惜 舒雅竟买通法官在判决书上加上她的名字 还把专场法人变更为她自己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们自找的 怨不了谁 天林 舒雅对你的爱是真的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爱你 你们做不成夫妻 也没必要弄成仇人 这样吧 专场和建筑公司你带走 你跟舒雅之间就两清了 你们想让我出面 收拾舒雅扔下的烂摊子 等缓过气来 再来继续折腾 我不想再跟你们舒家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个条件 我不能答应 让舒雅签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把她名下 玉龙建筑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你 这样的条件 你还不满意 成交 我还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交出你手上的所有证据 董事长是个聪明人 即便我真的把证据交给你 你能相信我会不留底 所以幼稚的话还是不要说了 只要你们信守承诺 我一定会保守秘密 我如何才能相信你 你只能选择相信我 没有选择 离开了舒家 萧天林只好找了个便宜的旅店主子 就在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了一丝异常 黑暗中一道寒光响得袭来 来人一招失手 也不练战 纵身跃出窗户 眨眼间便消失在黑暗中 重新躺到床上 萧天林却再也没了水意 舒庆轩的水实在是深不可测 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集聚如此庞大的财富自然不是凡人 现在自己在明处 杀手在暗处 谁也不知道对方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再次下手 萧天林很快就想到了周雪 周雪儿是被噩梦惊醒的 他梦见一辆长途客车刹车失灵 从盘山路上冲下来 而客车上就坐着的心爱的天林哥 天林哥有危险 天还没亮 这么早你要去哪里 天还早 你回房去睡吧 我出去办点事 到底什么事这么急 偏要在这个时候出去 你现在快要省产了 还到处乱跑 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事情紧急 等我回来再跟你们解释 把陪你一起去吧 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行 就一起去吧 师傅 快想办法拦下那辆客车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还不快让开 对不起师傅 请问你车上有一个叫 萧天林的乘客吗 雪儿 是你在叫我吗 我在这里 师傅 麻烦你开一下车门 萧天林下车 见周雪儿一脸紧张地 站在车旁朝车里张望 心里不由地涌起一股爱流 雪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谢天谢地 天林哥 找到你我就放心了 喂 还上不上车啊 不上车走了 周雪儿知道 这车肯定会出事 他没有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车人送命 因此大声说 师傅 前面路不好走 还是别走了 到附近找个地方检查一下车况 再做定夺好吗 说什么废话 你说不走就不走了 我的车刚维修过 有什么好检查的 要是不上车 就让开 别耽误我时间 周雪儿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 绝望地看着大客车 慢慢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楚孝天却劈头 对萧天林发起了脾气 你一个大男人 不认识路还是咋的 让雪儿大着肚子来接你 好意思吗 你自己现在是啥身份 心里就没点数 干嘛还要来招惹雪儿 爸 我跟舒雅之间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舒雅为了你 跟雪儿结下死仇 能这么容易就跟你结束 爸 天灵哥不会骗你 你就别再为难他了 真是女生想外 我不过多一句嘴 你就开始心疼他了 萧天林此时心里一动 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雪儿 你是不是 天灵哥 我不想你有事 可我没有办法 让其他人相信我 这可怕的一幕 就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车上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见瞧瞧波涛汹涌 那额车关着自己的运气 天灵 幸好你下车了 否则 杀手一击不成 又生一击 竟不顾车上几十条无辜的生命 萧天林不自禁地攥紧了拳头 他不会屈服 一定要让舒庆轩付出代价 周雪儿正想说这 腹部却突然袭来一阵巨动 刘师傅 快去医院 快救救我妻子 哪位是产妇家属 母子平安 爸 我当爸爸了 我当外公了 谢天谢地 总算是母子平安 雪儿一天到晚四处乱跑 吓得我整天提着心 就怕有个闪失 妈 我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妈 我跟爸一起送雪儿来的医院 小天 你什么时候跟她离在一起的 我怎么不知道 这是说来话长 过后我再跟你解释 今天是咱们小外孙出生的大好日子 你可不许撅着个嘴 我什么时候撅着嘴了 雪儿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啊 外婆着急见外孙了吧 别说我 你不也一样迫切地想要见到外孙 等待总是显得时间特别漫长 三个人在产房外撬手一半 好容易才等到周雪儿和孩子从产房里推出来 送进了病房 雪儿 辛苦你了 医生说离预产期还有一周呢 谁知道这孩子这么急就跑出来了 预产期前后一周生产都算正常 也不算早产 只是今天实在是太玄了 差点就把孩子生在半岛上 好在有惊无限 雪儿能平安生下孩子 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却让你一个人承担了所有 真是没有天理 这次坐月子你可要好好听妈的 不许再操心劳碌了 妈 我知道了 你都劳到过一百遍了 我的话 但凡你能听进去一个字 我就烧高香了 自己的身子不知道爱惜 要是落下月子病 吃亏的可是你自己 叶青秋想起自己当年在暴风雪中产下女儿 从此落下一身的病 心里就焦急的不行 妈 这次我全都听你的 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被孩子取个响亮的名字 一本新华字典都快让我烦烂了 你看看哪些名字好 爸 你取的全是男孩子的名字 万一是个女孩子呢 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正确的 就是个男孩子 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 不必赋予太多的含义 依我说这孩子就叫萧熊吧 这寓意好 一代萧熊的血音 大气响亮又朗朗上口 楚孝天其实是想过让孩子随他行的 萧天林另取他人 孩子完全可以随母性 如此他老楚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当着萧天林的面 又是女儿亲口说的要让孩子行交 他也不好反对 萧熊这个名字太大 当学名还成 要不就取个小名叫豆豆吧 这样叫着顺口 小豆豆 咱们有名字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外公领着出去玩啊 你干什么 你叫这么大婶干什么 我不过想轻轻的亲我的宝贝孙子一下 豆豆皮肤这么娇嫩 你胡子那么硬 扎痛了他怎么办 我昨天晚上洗过澡刚挂的胡子 你摸摸一点也不扎手 就是没胡子也不行 孩子娇气 你浑身上下全是细菌 要让小外孙感染了怎么办 我浑身上下全是细菌 岂不成毒王了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 萧天林在一旁见了 劝也不是 不劝也不是 周雪儿看了他一眼 对他使了一个眼色 低声说 看我的 萧天林正纳闷他会使出什么高招 只见他有气无力的说 妈 我饿了 老两口一听 立即停止了争执 青秋 咱们怎么把女儿给忘了 小女儿都饿成什么样了 还不快去弄点吃的来 雪儿 你再忍忍 妈回家先给你煮几个荷包蛋过来 垫垫肚子 对 对对 先吃点鸡蛋 垫垫肚子 爸再给你蹲鸡 雪儿 我对不起你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不在你身边 天林哥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只要你能平安 比什么都强 周雪儿想起白天的事 隐隐感到一阵不安 天林哥 那边的事都处理好了 周雪儿刚生产 萧天林不想让他知道自己身处的危险 便点头说 已经处理好了 专厂和建筑公司归我 这样也好 对了 天林哥 你说那辆大客车 怎么会突然刹车失灵呢 你梦到我有危险 所以才舍命来拦下了我坐的车 你上次被袭 我的预知梦没有预测到 我还以为我的预知梦从此就不再灵了 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 预知梦又恢复了 你刚生完孩子 就别想那么多了 闭上眼睛 好好睡一觉吧 李淑珍早就给孩子一年四季的小衣服小袜子 也早早地备下了 第二天一早 他便率领一家老小号号的书发 这样的阵仗来到医院 便差点把医院的产科病房 变成了热闹的急事 惹得护士直皱眉 李淑珍虽然疼爱萧天林 但见了小孙子 儿子便只能靠边站 瞧这小鼻子小眼睛 跟天林小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 娘 你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 怎么不记得 你刚抱来的时候 又瘦又小 你爹还担心养不活呢 谁能想到你后来竟长成了大高个 天林 你来医院的事 舒雅知道吗 娘 你放心吧 我已经恢复了记忆 跟舒雅的事也处理好了 她现在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可是双喜临门呢 我就知道只要你恢复了记忆 肯定不会跟舒雅在一起 现在你们一家三口总算是团聚了 等雪儿出了月子 就赶紧去把结婚证领了 娘 这是不急 等雪儿出了月子 我就跟她去领章 娘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到现在还没有奶 所以 豆豆现在只能吃奶粉 雪儿身体不好 又长期营养不良 没有奶数正常 豆豆吃奶粉 一样能养得白白胖胖的 吃奶粉能行吗 听说中药能催奶 我去找个妥当的大夫 开赴催奶的中药试试 铁柱 二柱 快 去把那只卢花鸡逮住 我要给雪儿送去 奶奶 雪儿的预产期还没到呢 等她生了再逮不迟 生了 雪儿生了 生了个大胖小子呢 奶奶 你听谁说的 村里都传遍了 就你一天到晚 把自己关在院子里 什么都不知道 娘 雪儿生孩子 关你啥事 你高兴的什么劲 娘 雪儿生孩子 关你啥事 你高兴的什么劲 什么叫关我啥事 雪儿是我孙女 她生下大胖小子 母子平安 我咋能不高兴呢 雪儿姓楚 不姓周 妹儿才是你孙女 你别弄错了 雪儿是我抱回来的 她一直叫我奶奶 现在每个月都给我零花钱 比我的亲孙女还亲 妹儿是我亲孙女不假 可她出去这个长时间 连个音讯都没有 她心里什么时候有过这个家 有过我这个老太婆 如果不是雪儿去派出所告发 妹儿怎么会被拘留所关押 又怎么会流落她乡 当年你要是不抱回这个扫把心 这个家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娘 妹儿能有今天都是你给惯的 你到现在还把这么笔账算在雪儿头上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铁柱 奶奶不是让你去抓鸡吗 还不快去 你一个不下蛋的母鸡在一旁嘚瑟什么 柳叶儿早习惯了婆婆的恶语相对 懒得跟她计较 还笑着说 我跟我男人说话 爱着你什么了 你成日里对天对地 到底哪儿来的这么多怨气 到底我是婆婆还是你是婆婆 怎么我说一句 你倒有十句在那里等着 咱们家还有没有一点规矩 大嫂别磨蹭了 咱们还是快点上路吧 我还打算去城里的百货公司 给雪儿买礼物呢 卢花鸡是奶奶特意给雪儿准备的 等你大哥和二柱抓住了 我们再一起上路 临走前 娟子朝着朱玉娥大声说 娘你真不去 朱玉娥鄙怡的撇了一下嘴 生下来就没爹的私生子 有啥好稀罕的 周铁柱听了不一 想要替周雪儿辩解几句 却被柳叶儿拦住了 你跟娘能变出个道道来 太阳都要打西边出来了 别耽误时间了 咱们还是快走吧 奶奶一把年纪了 大老远来看雪儿 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雪儿替我生了宝贝虫孙子 我当然要来看看了 豆豆 祖祖看你来了 快叫祖祖啊 豆豆睁开眼睛 冲着老太太敬离开嘴笑了 说话给 陈美芳已经端了一碗乌鸡汤进来 雪儿 快趁热吃吧 里面有娘替你抓的催奶的中药呢 一天到晚 不是鸡就是鱼 我都吃腻了 这鸡汤里还有中药味道 这可怎么吃啊 为了孩子 你就忍着点吧 把奶发出来就好了 实在不行 就别勉强了 你看雪儿吃得那么痛苦 我都替她难受 李淑珍跟叶青秋都是通情达理的人 可两人在周雪儿的饮食和带孩子的理念上 有诸多分歧 豆豆是萧家的孙子 当然应该在萧家城的 叶青秋则认为 孩子不应该再回到乡下 而应该在城市里长大 也算是对女儿情感的一种弥补 两位母亲各之一子 轮番在周雪儿面前轰炸 周雪儿对此苦恼不易 最后还是楚孝天一锤定音 周一到周六有李淑珍待 周日有叶青秋待 雪儿和孩子有两个母亲照顾 萧天林他便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事来 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建筑公司面临的极其诉讼 他和五星钢厂工销科长李一凡 两人私交一直不错 通过他打通厂长汪远航的关系 能实现庭外和解 萧天林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在等你 你不是失忆了吗 你还认得我 我已经大好了 走 咱哥俩喝两钟去 我还有点事 咱们改天再聊吧 你老婆孩子都在外地 下了班能有什么事 你不会是因为 钢厂跟建筑公司官司的事情 要跟我避嫌吗 虽然事实如此 李一凡还是不肯承认 他终于还是拉不下面子 跟着萧天林来到一家饭馆 李科长 我敬你 天林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肯定是为了官司的事情来的吧 实不相瞒 一凡哥 我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你现在是舒适集团的成龙快逊 怎么会说出这种丧气话 我跟舒雅的婚姻说出来就是个笑话 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专厂和建筑公司归我 可现在这个烂摊子 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 专厂现在挺赚钱的 你怎么说是个烂摊子呢 实话告诉你吧 专厂早已是资不抵债 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风光 天林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就直说吧 你们钢厂现在跟建筑公司打官司 赢是肯定的 只是执行起来恐怕有些难度 为什么 你看啊 法院裁决下来 让建筑公司赔钱 建筑公司的家底你是知道的 赔是肯定赔不起的 专厂现在虽然在我名下 但早已抵押给银行 银行肯定不会同意 让法院执行给你们 你的意思是说 最后的结局是 赢了官司输了钱 别转弯磨脚了 还是说说你的想法吧 其实你们不过是 希望工程能顺利完工 要达成这个愿望 不一定只有法院起诉一个途径 如果汪厂长他们同意撤诉 我会利用我的影响力 在一周之内复工 要是汪厂长不同意呢 那就等法院判决吧 我永识不得翻身 你们也拿不到一点好处 这种双输的局面 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一帆哥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能平外和解当然是好事 可这话你跟我说没用啊 要汪厂长同意才行 老哥 我把底牌都亮给你看了 就是想让你在汪厂长面前吹吹风 替我美言几句 你这一招投石问路用得好 行 我明天就跟汪厂长聊聊这事 看他怎么说 萧天林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大哥 兄弟的事可就拜托你了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你我兄弟 不必来这些 放心吧 我会尽力 至于结果如何 我还真不敢打包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大哥在汪厂长面前 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大哥 预祝你成功 李一凡已经不动声色的把信封揣紧兜里 托你的吉言 但愿成功吧 刚出饭馆大门 萧天林就发觉有些不对劲 身后似乎有人跟着 不用说这是舒庆轩派来的第三波杀手了 这三个人体魂高大渐转 一看就知道是恋家子 看来舒庆轩这次已经是狗急跳墙 志在必得了 看来舒庆轩这次已经是狗急跳墙 志在必得了 好汉饶命 是谁派你们来的 有人出一万块 道上的规矩 我也不敢问对方是谁 萧天林知道从这人身上问不出什么来 给了他们几下静止扬长而行 怕惊醒家里人 萧天林捏手捏脚的回到家 不料周雪儿却等待多时 天林 你进来 我有话跟你说 对不起 吵醒你了 不是 我一直在等你 雪儿 有什么话 不能明天再说吗 告诉我 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今天晚上 不过跟五星钢厂的李一凡 一起喝了两杯 能有什么事 我知道你找李一凡是什么意图 这个不必解释 我想问的是 你为什么手受伤了 衣服会脏成这个样子 路上遇到几个小混混 跟他们过了几招 我先替你包扎了再说吧 周雪儿埋头的时候 露出一截白皙的脖子 绣发的心香一阵阵飘来 萧天林一阵心惊荡漾 她担心自己会失态 便下意识地想要逃离 我这一身太脏 还是先去洗澡吧 你的手受了伤 要是感染了怎么办 还是等伤口结了家再洗吧 天林哥 你说话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怕我看出你在撒谎吗 雪儿 你刚生完孩子不久 身子还没复原呢 就不要再劳心费力了 你要真为我好 就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别让我一个人胡思乱想 事实就摆在你面前 哪来的什么真相 我们分别了这么长时间 看来还真是生分了 我记得 以前我们可是无话不谈的 我说过几次 让三合接手玉龙的烂尾工地 你却一直不肯答应 现在看来你这次回来 压根就没想过 要跟我团圆 萧天林从周雪儿的眼睛里 看到了失望和痛苦 自己不接受周雪儿的善意 嘴里说不想连累的 骨子里却是想维护自己 作为男人那点可怜的姿子 她刚跟周雪儿重逢 怕周雪儿担心 所以她一直不想让雪儿知道 舒庆轩对她的报复 现在看来瞒不住了 连同今天晚上 我已经是第三次被人暗算了 你的怀疑没错 那次车祸也是人为 是舒庆轩吗 你到底掌握了 她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手上有舒氏集团 这些年偷漏税的证据 我一直怀疑舒雅为什么会同意跟你离婚 原来是因为这 如果在我亮出那份漏洞百出的结婚证的时候 舒家妇女同意跟我和平分手 这张牌我也不打算打出来 结果舒家妇女太猖狂了 我不得已才使出这招杀手点 这一次你侥幸逃过了一劫 下一次还会这么幸运吗 你在明 他们在暗 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我已经想清楚了 明天就去省城会议会舒庆轩 会舒庆轩 他不是要灭口吗 你送上门去 岂不危险 舒庆轩这次雇了三个人来嘎我 估计现在他已经开香槟庆祝了 再过两个小时 我就搭货车去省城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你一夜没睡 马上又要走太辛苦了 没事 我上了车就睡 一点问题没有 董事长 早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董事长是想说 我一个死人 为什么会站在你面前吧 舒庆轩十分疑惑 他早吩咐手机 不许萧天林进站 现在萧天林已经坐在客厅里 竟没有一个人阻拦通报 他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冷冷地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舒家的人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现在我命令你 马上滚出去 再不走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董事长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 我知道董事长肯定有一万种办法对付我 不过此刻董事长现在最好奇的应该是 我为什么还活着 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对吧 你跟舒雅已经离婚 你不再是我女婿 所以你的事情我没兴趣 董事长这话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你不是手眼通天吗 为什么对我手里的证据如此恐惧 年轻人 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 不过要是没有事实依据 我完全可以告你诽谤 诬陷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为什么一车人都掉进了江里送了命 而你却安然无恙 因为我命大呀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我就不客气了 来人 把他捆起来 门外叔弟冲进来几个壮汉 把萧天林团团围住 爸 你不能伤害天林 萧天林的心里有一丝感动 书雅在这个时刻还在维护着 说明追杀她的事 书雅并不知情 书雅 你放心 就凭这几个人 还别想困住我 话一未落 萧天林身形一闪 形容如风 如鬼魅一般 眨眼间已经制住了书请圈 天林 不要伤害我爸 让他们全退出去 我就放了你爸 你们是死人吗 还不快出去 你身上有功夫 却一直深藏不漏 隐瞒得够深的 不是我刻意想隐瞒 而是一直没有机会 施展我的功夫 看来 董事长还是小瞧我了 你大清早来这里 不会是为了炫耀 你身上的功夫吧 萧天林请客间 展现出来的功夫 令书雅再次对她刮目相看 她自认已经倾尽了权力 不知道为什么 仍然得不到这个男人的心 但她转念又想 周雪儿是个聪明的女人 萧天林背一身的债务 又面临玉龙建筑公司 一摊子麻烦似 断不肯接收萧天林 萧天林现在是走投无路 才回来找她 这么一想 她顿时满心欢喜 天林 你告诉我 你这次回来是已经想通了 要跟我好好过日子的 对不对 舒雅 对不起 在遇到你以前 我已经把自己的一颗心 交出去了 再也没有多余的给你 你上楼去吧 我跟董事长有事要谈 萧天林 你个王八蛋 你不是回来跟我复合的 来这里干什么 舒雅 你冷静一下 我今天来 是跟董事长有事要谈 你们之间难不成还有什么秘密 是我不能知道的 我就不走 你们有什么事就当着我谈好了 我和董事长接下来的谈话 你确定要听 舒雅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天林 你跟爸谈完了 记得上楼来找我 我有话跟你说 现在你可以说了 舒董事长 我今天来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舒氏集团偷漏税的证据我 让人妥当的保管着 只要我和我的家人一出事 就马上向有关部门举报 所以董事长现在最好烧香拜佛 祈求我和我的家人不出意外才是 舒庆轩不甘示弱 只冷冷地说 我这人从不受人威胁 行 你想继续玩下去 我奉陪到底 等等 告诉我 黑子现在哪里 三个人都受了点伤 不过都没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说 萧天林并没有把黑子三人送到派出所 舒庆轩顿时放心了一半 萧天林 我同意结束游戏 不过只要你敢露出一点风声 你信不信我先灭了你全家 成交 不过你自己屁股上的屎 可要记得擦干净了 别追了 我早说过他不属于你 你跟他一起生活了九个月 都没能抓住他的心 何况现在 爸 我不想拜得这么惨 没有人愿意尝试失败的痛苦 但胜败不是由自己说了算 神仙也不能 你跟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女儿 你还年轻 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为什么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 就知道为什么了 天林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 什么时候走的 我都不知道 他现在整天在忙些什么呀 妈 天林哥刚接手遇龙 事情千头万续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便细问 不过你大可放心 他一点是没有 话是这么说 周雪心里却一点数也没有 一整天都失魂落魄 神不守舍 连李淑珍都看出来了 雪儿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怎么看你跟掉了魂似的 是不是天林惹你生气了 娘 天林哥怎么会惹我生气 我只是在屋里待时间长了 心里闷得慌 雪儿 你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天林现在的情况你是最清楚不过 多体谅一下他吧 娘 你放心吧 我会的 提心吊打了一天 直到萧天林拎着卤鸭子进屋 她的一盒心裁总算放了下来 天林你想吃卤鸭子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让我去买呢 妈 我下班的时候路过卤鸭店闻到卤鸭子的香味突然嘴馋所以就买了 你不知道雪儿在坐月子不能吃这些东西啊 你现在弄的满屋子都是卤鸭子的胃不是馋它吗 娘 你放心 我绝对不吃一口也不吃 雪儿 娘也是为了你好 坐月子的时候一定要吃清淡食物 像卤菜这种加了各种香辛料的食物 动也不能动 我知道了 娘 亲家母 西方女人从来没有坐月子一说 每天给雪儿吃这么些食之无味的炖品 并不科学 我生孩子的时候 一家人都在生产队干活正公分 我不得已生下孩子当天就下地洗衣服做饭 现在落得一身的毛病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 我当然不能让雪儿再吃我当年吃过的苦 我知道你是为雪儿好 你想让周雪儿在月子里把身体调养好肯定是好心 我想说的是 没必要弄这么多禁忌 雪儿的房间里你连窗户都不肯开 就怕雪儿受了一点风寒 雪儿吃的食物你都放糖 那多败胃口 叶青秋虽然性子柔弱 却是免礼戴刚的性格 虽然没有李叔真嗓门大 关键时刻竟是寸土不让 到最后两人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得个子保留一几 等他们睡了 你就可以在房间里偷偷的享受美味了 天灵哥 还是你有办法 下次我馋的时候 咱们还使用这一招 小馋猫 再忍耐几天 等出了月子我带你吃便全程美味 先别说吃的 还是说说你今天去找舒庆轩的情况吧 一切顺利 估计短时间内 舒庆轩不会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肖天林以这种方式回到周雪儿身边 高原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但他知道 没有人能取代肖天林在周雪儿心目中的地位 包括他也不行 他爱周雪儿 却不是以战友为目的 只要能守在他身边 看着他幸福 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昨天就去找周雪儿 谈过了他的想法 周雪儿十分赞同 今天一早 他就直接来找肖天林 想以三合建筑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 陪同肖天林去找建设单位谈判 高原 你来找我什么事 听雪儿说你去了省城 还算顺利吧 跟我预想的一样 还算顺利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全靠你照顾雪儿 大恩不言谢 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我们早就是兄弟了 你今天来找我 事有事吧 我陪你去找建设单位的负责人 有三合出面 你跟建设单位的谈判 应该会顺利很多 肖总 我把你的意思转告了汪厂长 他说要当面跟你谈 走 咱们一起去会会汪厂长 由于我方的原因 让贵厂建设项目不能暗期完工 我愿意就合同约定的条款 对贵厂进行补偿 并承诺在一周内重新复工 高总今天来 肯定也有话要说吧 我是受三合建筑公司总经理周雪儿之托 来替玉龙做担保的 如果玉龙不能完成承诺 所有损失由三合承担 我本人同意跟玉龙庭外和解 但我们几家建设单位约好共进退 所以现在我暂时无法给你们答复 待我跟他们商议一下 再做定夺好了 汪厂长 不如你约个时间 我跟几家一起见面 有什么问题 我也可以当面答复 行 我也可以代表总经理答复所有问题 有汪远航从中斡旋 又有三合建筑公司出面担保 肖天林很快就跟几家建设单位 达成了庭外和解协议 逗逗满月 当然是消除两家的大喜事 李淑珍头天晚上就满心欢喜的张罗震 要给小孙子办满月酒 咱们一家人聚一聚就行了 不必张扬 周雪儿立即醒悟过来 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给孩子办满月酒 实是受人一饼 毕竟肖天林在一个月前 名义上还是舒雅的丈夫 娘 孩子太小 什么也不懂 真操办起来 可是劳心费力的事情 天林哥说得对 我们把周家大哥二哥他们也叫来 在饭馆里摆上两桌 一死一下就行了 这样吧 满月酒定在后天 我明天去周家村给雪儿开证明 顺便通知周家人后天到饭馆吃饭 然后再回御龙村开证明 中午回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也算是庆祝我和雪儿领证 天林哥 我跟你一块去 不行 女人要四十天才正式出月子呢 你现在才满三十天 哪也不许去 不是说三十天吗 怎么又钻出来一个四十天 你娘说的没错 准确说产妇的恢复期应该是六周 也就是四十二天才能正式出月子 周家村和玉龙村 我可以不去 不过后天的满月酒一过 我可是要出去工作的 你们可不能再拦着 在城里的公司上班可以 专场太远 要骑自行车就别去了 人说久别上新婚 肖天林跟周雪儿一别长达十个月 宰在一起的时候 天又遇到周雪儿生产 好容易熬到满月 肖天林满心欢喜 因此吃过晚饭 她早早地洗漱了 乐滋滋地等着跟周雪儿一起回房间 瞧你那点出息 你要真疼雪儿 就等她满了四十天再跟她一起 她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要是落下什么病根就不好了 肖天林一颗滚热的心 一下子坠到谷底 娘你误会了 我没想过跟雪儿在一起 肖天林母子的对话传到周雪儿在耳里 她不禁一阵耳热心跳 赶紧陶冶式地回到自己房间 天林哥 你等等 我跟你一起出去 雪儿 你娘不是不让你跟天林一块去吗 我去公司 不跟天林哥一起去周家村 这就好 你还不算出月子呢 可别逞能啊 知道了 娘你也该去上班了 再磨蹭下去 该迟到了 小夫妻二人并肩走出家属区大门 肖天林才低声说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在省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专门做建材和五金配件 你想去省城 对 一个小县城的发展空间有限 我一直在想 如何充分利用从银行贷出来的一百多万 建筑这行 我轻车熟路 值得一试 这样一来 我们夫妻岂不是又要分离 我去省城又不是不回来 等生意上了正轨 我就可以两头接雇了 等手头松动鞋 我们就可以买一辆面包车 既可以做人 又可以送货 一举两得 有了交通工具 以后我们见面就容易多了 我只是担心 你到了省城 书家妇女会对你不利 你一个人在省城势单力薄 出了事怎么办 我打算让正强和裴娜 跟我一起去 正强脑子活泛 又激井善变 你大可以放心 高原是省城人 对省城情况熟悉 让他跟你一起吧 高原把三合打理的井井有条 还是不要动他 就让正强和裴娜 跟我一起去吧 肖天林主动提出 让高原跟周雪儿 一起到省城开贸易公司 其实有点言不由衷 爱情的排他性 决定了再伟大的男人 面对爱情 也会变得小肚鸡肠起来 现在见周雪儿 否定了他的提议 他顿时高兴起来 行 你既然已经思虑周全了 那就先这样吧 不过马上要过年了 再急 也得等过了年后 才能动手 离过年还有好几天呢 我想在过年前 能把门店找好 趁过年的时候 简单装修一下 争取过了年就开业 心急吃了不了热豆腐 无论如何这事 也得等明天过后 才能去省城吧 我安排一下 要是能抽身出来 我陪你一起去 忙你的去吧 让正强跟我一起去就行了 肖天林把自行车 骑得飞快 不多时 变到了猪鸭子 三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周三柱对他的态度 十分冷淡 昨天晚上刚到家 我算过时间 知道今天 是雪儿满月的日子 还以为你们一家三口 会回来呢 天太冷 孩子太小 带出来麻烦 我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们 我们准备明天 在鼠红阁饭店包两桌 我们一大家子 小范围的热闹一下 也算是给兜兜办满月酒 奶奶和周星福 听见声音 从屋子里走出来 肖天林忙迎上去 奶奶 屁 明天去鼠红阁 给你小外孙办满月酒 你们可一定要早点去 去 奶奶一定去 好 好 我一定去 去什么去 屁大的孩子 办什么满月酒 招摇给谁看呢 人家天林都说了 就一大家子小范围的热闹一下 怎么说得上招摇 你不去就算了 何必非要弄得大家不开心 你才高兴 临近年关 远在外地的人们都要回家 准备过年 可梅儿到现在还是音讯全无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周雪儿造成的 一念即死 朱月娥就恨不得用最恶毒的语言 诅咒周雪儿 我不去 你们也不许去 谁要是敢去 就别让我这个娘 不认就不认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要是没有雪儿给我们哥俩指一条 挣钱的路子 咱们一家人还不知道过得有多窝呢 天林这么忙还大老远来通知 我们一家三口肯定去 月娥 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日子 你不过 非要弄得鸡飞狗跳 你才满意吗 你不去就在家待着 我们去